树上鸟巢里面有三只黑准蓝翁的雏鸟不时猛探头 只要看见青鸟远远飞回 它们就伸长脖子 装开嘴巴嗷嗷带捕 吸引不少爱鸟人士前来拍摄 用镜头记录黑准蓝翁预除的温馨画面 全身有着亮丽鲜蓝色羽毛的黑准蓝翁 是台湾原生种鸟类 有个可爱的别名叫蓝色小精灵 繁殖期间 青鸟在树枝上竹巢 轮流复旦和寓橱 它们的警觉性很高 在未识时 两只眼睛鼓露露的四处张望 就怕有天敌来袭 因为它的颜色就好像海水的渐层蓝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就尊称它们是蓝色的小精灵 它的草是属于落斗状 它是在两个树枝之间 这样就对于雏鸟比较保固 它的天敌都是鹰类 像红头苍鹰 还有像台湾蓝雀 这些的鸟类都会去觅食它们的雏鸟 生态摄影师观察 山枝小黑准蓝翁 在青鸟呵护账户下 大概7到10天后 鱼依旧渐渐变得风银 5天之后在青鸟的幼岛下就会离潮 新航亚太电视刘彦旋方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不看什么呢 不看什么呢 我不看什么呢